吉吉正广民里的一处野溪 每当豪雨来临 大水冲刷下来 都会造成野溪旁的土地淹水 与土壤流失 影响农民在种作物 与当地民众的生活 吉吉正广民里的乡亲 反映他的农田 常常因为下雨 造成他的田园 淹水的情况相当严重 今天特别拜托农业处 水宝客这边前来关心 可以了解到现场 沿岸边确实没有排水沟的设施 造成美育洪水 都可以看到水淹到他的田地 影响到他整个农业收成的生计 当地居民指出 只要大水一来 都会造成土壤流失相当困扰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给予协助 每年的时候 如果在河水旗的时候 都会土壤流失 那一年流失的时间 已经有十多年了 现在已经所有的土壤 就是说本来是土壤 现在都变成水民 现在我们要做就是说 有法度就是说 对民党就是土壤民的时候 接到会并民之外 做起来就有法度 防止说不要让这个土壤来损失 现议员萧志全也希望会看过后 相关单位能够紧速改善 此条野稀 以遇遇大雨所产生的诸多问题 保障民众的权益 特别责请我们水宝河这边 尽数能够扯受一些机会 来把沿岸的这个水局 水沟把它建立起来 让雨季的时候 这个雨水 不要沿到它的耕作的田园里面 影响到它的农产品的收入 野稀因好雨来临 常常造成附近土地淹水 土壤流失 影响作物种植 造成农民困扰 更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活 县议员萧志全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紧速改善 协助地方解决问题 记者邱品逸 集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